华莲市长温家贤29号前往左仓公墓关心清洁队员执行除草后喷药除从工作 由于清明节快到了,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趋缓 因此市长也提醒乡亲要调整扫墓日期或者是减少祭拜人数分流来扫墓 同时左仓公墓4月2号起到4月5号一连四天有交通管制作业,请民众特别配合 市长温家贤29号上午前往左仓公墓关心清洁队员执行消毒工作 市长提醒民众扫墓的时候一样要戴口罩,做好自我的防护,降低疾病感染风险 另外左仓公墓朝运动公园规划发展,A区的起决作业要从今年7月1号开始 请前来扫墓的家属可以和左仓公墓管理室联系,以立办理先人的欠账事宜 因清明扫墓,我们在殡葬所这边也做了相关的除草工作 跟我们清洁队也做了一个相关的消毒工作 那也是要提醒我们所有民众在扫墓期间 那一定要注意被蚊虫叮咬或是一些蛇类还是一些虫类的一个叮咬 那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左仓公墓 在今年也争取到了相关的预算 也有将相关的一些编列相关的预算 将一些无人所、无矚目的部分来做相关的取决 那也未来也将安置到相关的一个合法的单位去 那再次要呼吁所有民众在扫墓期间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之外 也要注意如果有焚烧精子的部分 也一定要等到火熄掉以后再离开现场 那花林施工所再次关心大家 我们会提供也会在扫墓期间提供相关的一个服务台 来供所有相关民众的一个咨询 4月2号到4月5号这4天早上7点到下午4点 左仓公墓有交通管制 请民众要注意管制时间 同时施工所会在左仓公墓管理室设置服务站 提供民众目击查询、签障咨询、检疫的医护、矿泉水、防蚊液还有酒精等扫墓的服务 借吕慧欢迎视报道